現在給各位看了 政府機關會用共部門 他們用共部門預算 其實等於是用納稅人的錢 然後在納稅人不知情的情況下 去包裝自己的政績 然後去吹捧自己說 做得有多好有多好 這件事情應不應該 第二個層次是說企業 企業它不是用納稅人的錢 它是用老闆或股東的錢 然後去為了自己的企業利益 去買新聞 這件事情應不應該 第三個層次是說媒體 媒體 在他的讀者不知情的情況下 把他的新聞版面 當成廣告來賣 這件事情可以或不可以 那講到這個我們就要畢業證明夫 就是說 什麼叫自助性行銷 雖然說現在知道的朋友 比去年知道的朋友多了很多 可是可能大家也 也還會有一些觀念需要釐清 就包括 就有人問我說 自助性行銷不是美國傳進來的概念 為什麼 都可以說我們不會說 難道我們的 我們的道德標準一定就要比別人高嗎 這件事情 這個說法 它其實是講對一半 自助性行銷的確是從美國的 廣告公關界傳進來的概念 可是在 國外的所謂自助性行銷 它針對的是什麼 它針對的是電影 戲劇或者是運動比賽等等 軟性節目 然後在節目的裡面 在觀眾比較沒有戒心的情況下 去曝光企業的 logo 或者說他們的產品 或者他們的形象 或者是他們的 所謂的那個服務 那我就舉幾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 就是 棒 真是棒 這個是個老梗 我不知道你的字 大家知道什麼意思 棒 真是棒 就是 James 棒 那個007 當然很多人應該都看過 007電影 那007電影 你們一定會注意到 就是說它裡面有很多商品 包括就是說 最有名的就是 詹姆斯旁的汽車 他常常比如這一集開奧斯特馬丁 下一集開加廣 再加一集 007可能又開什麼馬沙拉帝 而且那個他的 他的 因為詹姆斯旁的開的車子 一定都很屑 上面很多機關 還會發射飛檔 還有一個看跳 還有一個是有的沒的 讓他變成這部地裡面的 注目的焦點之一 為什麼他每一集都要 每一集的007常常就要開不同的 不一樣的跑車 很簡單 他每一集都有不同的 車廠贊助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 以電影作出入境新銷的 經典案例是什麼 他武漢俄司有演過一部電影 叫浩劫餘生 有沒有看過 就是他飄流 因為空難飄流到荒島裡面 大家回去有興趣去看 再把那個DVD拿出來看 那部電影的前十分鐘 出現的十幾次什麼 Fairdance 聯邦快遞的廣告 不但講說Fairdance 怎樣又快又準又好的之類 那另外裡面還有一個 進入智慧行銷的基點是什麼 是Wilson 他的人排球 他那個那顆排球 他的好朋友 裡面有一幕 大家印象可能都看過 印象都很深刻 就是說他有一次很生氣 就把Wilson丟到大海 然後馬上後悔 然後就跑過去說 Wilson 然後就回來了 那可能就有那種喜歡打球的朋友 他就會好奇說 為什麼是要Wilson 為什麼不拿一顆籃球 然後是施伯丁 那很簡單嘛 施伯丁沒有贊助 是Wilson贊助 所以這個是所謂用電影制度行銷的一個經典案例 另外的話就很多運動比賽大家看到 打高五福球也好 F1賽車最多 或者說那種綁球 那台灣的職棒更是赤裸 就是直接在運動球員的身上 盯很多那個普丁 五周制藥 絲絲竹手 新農牛就直接把他農藥的名字 就取成羊匠的名字 就就就秀在後那個衣服背後 這些都是一種 用運動比賽做支度性行銷 那台灣也有很多鄉土劇 以戲劇來講的話 台灣很多鄉土劇也都會做支度性行銷 很多什麼新加賣這些假狗 聊來博士三藝 他們就常常在劇情演一演 就講說 我今天去花卉博覽會不吃好玩等等之類的 有一次我陪我媽媽看電視 還看到有人更傻眼 就主角在客廳裡面聊天聊一聊 後來就講說 我早上摸一個快鍋不吃好玩 然後就往旁邊就很IQE的快鍋放手上 然後上面還有那個快鍋 然後就開始在討論說 一快鍋不吃好玩 怎樣怎樣 這個就是所謂的用戲劇做支度性行銷 有兩種節目一定不能做支度性行銷 一個是新聞 一個是兒童跟少年的節目 兒少節目都不行 那台灣呢 是只有台灣把新聞已經賣的亂七八糟 制錄的亂七八糟 所以說我在我去年12月13日 離開報社的那個辭職宣議裡面 我才開玩笑說 台灣的支度性行銷是領接世界長流 那以上是對於台灣所謂的支度性行銷的一個定義 然後至於台灣的支度性行銷